有很多BTS的粉丝一直很担心SUGA的伤势情况 但是听到手术成功且逐渐好转的消息 让粉丝们放心不少 从最近少了SUGA的BTS舞台上 总可以感觉到稍微有点不自然 原因是因为就算SUGA没能参与演出 其他成员们还是替SUGA保留了他原本的位置 KPOP偶像们如果缺少了一名成员 一般会改由其他成员替补 或是重新编排位置的方式 但为什么BTS总是会将SUGA的位置 原封不动的保留进行表演呢 下面马上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大部分的KPOP偶像团体成员都比较多 团体之中有成员暂时缺席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像这种突发性的出现成员离队的情况时 为了尽量填补空缺 经纪公司则会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是否由其他成员替代或是修改整体编排的动线 为的是不让其他人感觉到怎么多出一个空位 然而BTS和其所属经纪公司BK娱乐 反而是将SUGA的位置空出来 让观众感受到SUGA的存在感 第一个原因主要是BTS的粉丝或是知道BTS这个团体的人 虽然会知道BTS共有7名成员 可是全世界也会有才刚开始准备要认识BTS的人 而这些人可能会误以为BTS是6人团体 为了保留住SUGA的存在感 7人的位置原地展现 成员们也对SUGA没能一起表演而感到遗憾 听说成员们还给SUGA留下了这样的讯息 你的位置就是这里 第二个原因就是要提到打造出BTS这个团体的BK娱乐房时赫代表了 他总是将这7名BTS成员视为最重要的价值 房时赫代表先前出演过节目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直强调团队的重要性 没有团体就没有个人 BTS在出道前也接受过将近一年的团队合作教育 甚至他还会给成员们提出一些比较特别的建议 例如像是自由的竞争吧 哪怕是拳头也好 不要忍耐要战斗等说法 因为如果继续掩盖分歧不发泄的话 以后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因此他特别重视这7名成员的团结 第三个原因是来自成员之间的个人黑粉 即使喜欢BTS这个团体 也不一定会同等喜欢每一位成员 但是个人黑粉不仅会比较偏爱某特定成员 会去主张着自己喜欢的成员部分被其他成员抢走的情况也很常见 如果由其他成员来代替SUGA的位置 个人黑粉肯定不会胜罢甘休 如果引起不好听的谣言传播开来 可能也会造成BTS粉丝之间的冲突 以下是听到此消息后韩国网友的反应 作亏了这个空位 我妈妈在看舞台演出时问起那个空位是谁 得到关注了吧 真的是看着看着发现有个空缺的位置 差点要哭了 最后的勾肩搭配也空出了云奇欧巴的位置了 不是 真心差点哭出来 好感动呀 希望成员之间的友情可以始终保持不变 即使只有一名最喜欢的 但那位最喜欢的是和防弹少年团一起的时候发光 看着没有自己的舞台 SUGA也觉得感动了吧 BTS和BK一起为SUGA准备的空位 阿米们也感动了 即使可能会因为这个空位 让观众觉得整体表演不是那么完整 但比起这个舞台更想传达给观众的是 我们少了一位成员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速报